第五季 没运到此结束 没想到来到了全新的第四季 也发生了意外 那么就是杨幂在录制节目的过程中 由于节目组的安全措施不到位 导致杨幂眼部受伤 Traya作为明信靠的就是脸蛋吃饭 如今眼角受伤了也不知道会不会落得永久疤痕 虽然说节目组在第一时间就叫来救护车 将杨幂送往医院抢救治疗 但开始这一切都是被网传罢了 节目组就这样安静的等到了六个小时后 才公开发文致歉 证明了网传消息的真实性 九日晚 杨幂工作室发布最新回应 承认杨幂受伤 但已接受治疗情况稳定 原文如下 小幂在今日的节目录制过程中意外受伤 已于第一时间送医治疗 经医生诊断 眼皮眼角处有外伤 以做缝合处理 治疗顺利 万幸未伤及眼睛内部 目前情况稳定 后续将遵从医主进行恢复治疗 工作室将以小幂身体健康和休养为首要考虑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后续工作的协调安排 感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 也感谢密室大逃脱节目组第一时间安排就医 感谢医护人员们的专业救治 所以就目前情况来看 杨幂的伤口需要缝针处理 并且说明了杨幂受伤的位置 是在眼皮和眼角的位置 网友纷纷表示心疼杨幂 眼角缝了我真的吓死 万幸没有伤到眼睛里面 心疼美女那么好看的眼睛 虽然不知道意外是怎样发生 但是光是想象就知道 对于杨幂来说 这道伤疤会是怎样的伤害 而节目组随后也在 幂官方微博发布致歉信 表示后续将认真检讨 和各部门进行安全教育 严格把控安全生产 保障嘉宾和工作人员的安全 在意外的发生后 网络上就马上传出了前几天 杨幂刚刚关闲的新剧 狐妖小红娘 因为杨幂本人就受伤的问题 自愿退出电视剧的拍摄工作 有粉丝看到这一消息 非常担心 到底伤势是多么严重 竟然连狐妖小红娘都退掉了 毕竟这部由动漫改成的剧 已经开机几天了 如今一波三角好不容易 看到了希望 你主角却又出事了 可一下子就被剧组给板驳了 说到全都是谣言 当然啦 杨幂还是很有职业精神的 在之前出演的电影 或者电视剧都能看出 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 常常让自己搞得一身伤 其实呢 节目录制发生意外的情况 数不秀数 最让人刻骨铭心的 自然就是高以祥 因意外逝世 当时可闹出了很大的轰动 当演小鹿也希望以后 节目组可以时时刻刻 注意艺人的安全 千万别为了收拾 就将艺人的安全置于不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